歡迎收看今天的星期二頻道台灣新聞 今天台灣有一宗關於國家安全的新聞 台灣有很多五毛 台灣傻事、帝巴、最有名的 有個叫帝巴的大陸群組 較早前在香港反送中的時候 不停攻擊香港 派一些網軍攻擊香港 討論區、高登聯登 受到大量網軍的騷擾 現在發現有一部分網軍的Leader是在台灣 知名網絡群組 好,帝巴的台灣管理員 最近涉嫌發佈多篇疫情的假消息藝造文書 就被台灣政府起訴 台灣花蓮地方法院 台灣花蓮地方法院 就起訴指 37歲台灣人 找行程 找換程 找換程 在五年前開始管理 Facebook社團 第巴中央集團軍 和粉絲專頁 第巴根據地 他立場為了支持一個中國 是 因為經常違反Facebook社群規範 被人Band 被人Band 30日 由於很多帳戶都被人Band 所以需要找新帳戶回來 他又找人利用繪圖軟件 Photoshop 將其他人的健保卡和護照 改為其他名 再去Facebook申請很多帳號 起訴書就說 一個找換程 利用網絡帳號 接連散播對台灣不利的一些疫情的不實消息 大陸網民 這個找換程 發佈其中一條消息就說 是這樣的 我現在就對台灣太失望了 我阿叔是民進黨黨員 我都看到他和高家瑜的視頻聊天的時候 提到武漢肺炎 就說現在台灣已經超過817例了 死亡500例 特別是屏東 台南是重災區 但是蔡英文政府不敢公佈 就怕引起文憤 通知了幾家陸型媒體 專門造謠抹黑 對外說是中國網軍 謠言想擾亂台灣 那時候其實 台南南部是沒有疫情的 他就說南部有疫情 說政府隱瞞 但起訴書還說他老婆 大陸妻子劉慧 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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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了散布有關嚴重得署 傳染病肺炎流行疫情不實訊息 判處有期徒刑三個月 便做特種文書罪 扣多50天 即判多50天 他老婆就判40天 最特別的是 換應兩年可以逆科罰金 台灣的自由 言論自由 的體驗 是什麼體驗 換應兩年 換應兩年 再看第二單 又是這幾天的新聞 這幾天很特別的新聞 有一個人不見了 別人以為他已經遇難了 深不思共聊一個男人 7日7日較早前的時候 被朋友通報 說出海潛水的時候不見了 他們不停找 找了23個鐘 找完了回家 終於在較早前8日 入頭 發現他人在宜蘭烏石外海 被漁船救起 就說因為風浪太大 游了兩個小時 游不回去 索性反方向游 游到宜蘭烏石對開 對開一個離島龜山島 睡了一晚 然後在龜山島睡醒的時候 游到烏石港 一半個小時 有漁船經過舊起 好像鐵達尼號 有漁船 不是鐵達尼號 有漁船經過 這個是有漁船經過 有漁船經過 男人表示 那時候很大浪 對流也很強 曾經想過 因為游不回去 所以天天開始黑了 所以游到龜山島睡覺 他游到龜山島前一晚 有救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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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員在找他 他朋友透露 阿叔 穿著潛水衣 原本在5月7日 較早前 就和朋友去到龜寮 馬剛來來觀景台的岸邊 潛水 游到差不多 那個人不見了 然後他朋友不停找人 他最後報警 原來那個人還在生 最後這個男人 就在另外一天 就在龜山島游回來的時候 被漁船救到 真的十分之幸運 因為他游的距離 需要游一至兩小時 潛水者的媽媽 就在母親節很安慰 因為他家的親友 就知道這個消息十分興奮 成為母親節禮物 大家游泳的時候 記得量力而畏 所以我不會游泳 因為他會游泳 因為他有一宗新聞 可以找到 找到一宗新聞 找到 大家知道台灣和大陸 是不合的 八字不合的 在高雄的過軍醫院 過軍總醫院 即是軍方的東西 因為他牧場掛了 要報時的時鐘 但是他音樂 那些打鐘的音樂 算了 竟然是大陸歌曲 東方巷 是歌頌毛澤東的歌 來的 之後被民眾拍下 說很尷尬 對 有網民表示 是否去錯同保買鐘 就好像在烏克蘭的醫院 播俄羅斯的國歌 國軍醫院 表示 這是民國99年 即是 民國99年買回來的 只有旋律 沒有歌詞 而且裏面 有七至八首歌 隨機播放 現在的鐘被人拆下來 要換了 它的鐘就是 那些公關機構 掛在場邊的 報時時鐘 如果大家有去過 台灣的 銀行 或者一些公關機構 會看到一個 時鐘 上面死了 今天日期 幾點 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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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響的時候 剛剛很 乘坐 12點 那 國軍醫院的主任 就說 之後 現在 一到 一到 買鐘的時候 會多加 注意 不過台灣經常買錯東西 現在被民眾拍下來非常尷尬 這宗新聞挺搞笑的 播出了東方紅 不過認識這首歌的人應該是阿伯 這個阿伯厲害 今天的星期二頻道新聞到這裡 多謝各位 拜拜